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分享的信息就是这样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5月15号 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OpenAI在昨天凌晨 举行的线上发布会上 展示了哪些新的AI产品 苹果的Vision Pro 将会在美国以外的 哪些国家地区率先发售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 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清解读时间里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微软 根据科技媒体的 Information5月初的报道 微软内部正在训练 一个新的AI语言模型 代号是MAI1 这个模型的规模 比微软之前训练过的 所有模型都要大 足以和Google Anthropic 以及OpenAI最先进的模型竞争 这个新的大模型MAI1 是由最近加入微软的 穆斯塔法·苏莱曼来负责的 苏莱曼最知名的身份 其实就是Dickmind的联合创始人 2014年Dickmind被Google收购 2022年苏莱曼离开Google 联合创立了Inflection AI 并且担任首席执行官 而微软正是Inflection AI的 投资者之一 他参与了Inflection AI在2022年 和2023年的两轮融资 但是在今年3月 微软挖走了Inflection AI的 大部分员工 其中就包括苏莱曼 还有Inflection AI的 另一位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科学家 卡伦·西蒙尼安 当然他们大部分的技术人员 也跟随这两位加入了微软 Inflection AI在声明当中表示 公司未来会转型成为 企业客户定制 微调模型的AI工作室 不再专注于聊天机器人 这样面向消费者的AI产品 那为什么不到一年的时间 微软就要偷空自己投资的 AI初创公司 今天我们的清解读 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 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Open AI发布新模型 并且退出桌面版ChatGPT 5月13号Open AI举行了春季发布会 发布了GPT4O多模太大模型 GPT4后面多出来的字母O 代表了Omni 是全能的意思 指的就是这个模型 能够处理文本语音和视觉 Hey ChatGPT I'm Mark How are you? Oh Mark I'm doing great Thanks for asking How about you? GPT4O比GPT Turbo更快 用户能够像和真人对话一样 和ChatGPT交流 新模型还能够实时翻译 另外ChatGPT的免费用户 也能够使用新的模型 不过在使用量超过限制之后 将会自动地切换到GPT3.5 Open AI表示他们的最终目标 是让用户和ChatGPT进行视频聊天 另外Open AI还发布了 ChatGPT的Mac桌面版本 Windows版本也在开发当中 彭博社的分析认为 Open AI的发布会在Google IO开发者大会的前一天 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和大型科技公司 会在推出AI模型的时候 表示这些模型在某些基准测试中超过了GPT4的性能 GPT4 Omni的发布可以帮助Open AI保持在AI行业的领先地位 法国获得微软亚马逊等等公司16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 根据CNBC5月13号的报道 在凡尔赛公举办的选择法国峰会上 微软承诺将会投入43亿美元 在法国扩大AI数据中心 还有云基础设施的建设 微软也计划在明年年底之前 将25000台最先进的GPU带到法国 同时亚马逊也承诺在法国投资大约13亿美元 用来在法国创造3000多个工作岗位 辉瑞、阿斯利康、摩根大通等的公司也做出了投资承诺 马克龙表示今年的峰会带来了创纪录的160亿美元的投资 并且创造了1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 虽然巴黎一直落后于纽约等等主要的金融中心 但是马克龙一直在努力 让法国在AI产业中占据位置 微软、亚马逊等等公司的投资承诺也显示 外国投资者认可法国是欧洲的重要中心 苹果将首次在美国以外的市场销售Vision Pro 根据彭博社5月13号的报道 苹果公司最近开始将他们全球各地的数百名员工 送往美国加州进行培训 让他们学习如何向客户展示Vision Pro 接受培训的员工主要来自于欧洲和亚洲 包括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还有中国 彭博社认为 这些国家可能会成为Vision Pro的第一批海外市场 另外苹果CEO Tim Cook曾经表示 Vision Pro会在今年进入中国市场 目前Vision Pro在美国本土的需求正在逐渐减弱 一些零售店每周最多只能卖出去几台 预约体验的用户数量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而在美国之外的海外市场 消费者可以通过非官方渠道买到Vision Pro 但这些购买需求也不如Vision Pro发售的时候那么旺盛 比如说在中国香港 Vision Pro正在以低于官方售价的价格进行转售 名创优品今年将把增长重点放在海外市场 5月14号名创优品发布了今年一季度财报 数据显示他们海外市场的收入同比增长了一半以上 其中海外指引市场的增速更是接近翻倍 截止到今年3月底 名创优品海外市场的总门店超过了2500家 其中一季度新增加了100多家 而去年同期他们只新开了10多家门店 名创优品的首席财务官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们计划今年在海外开设大约600家门店 把扩张重心从国内市场转移到海外 未来两到三年 名创优品会把海外收入 在总收入的占比从三分之一提高到一半左右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 名创优品国内生产的产品性价比很高 可以吸引到欧美那些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的消费者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马上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 微软掏空自己投资的公司背后有些什么样的考量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今年三月 微软的CEO萨提亚·纳德拉发出一封员工信 宣布Inflection AI的两位联合创始人穆斯塔法·苏莱曼 和卡伦·西蒙尼安已经加入微软 并且组建了一个新的部门 名字叫做Microsoft AI 由苏莱曼来担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西蒙尼安担任首席科学家 这一团队负责处理微软面向消费者的人工智能产品 包括Copilot和币应搜索 纳德拉还表示 Inflection AI团队的几名成员 也选择跟随两名创始人加入微软 然而事实上 微软聘请了Inflection AI 70名员工中的大多数人 未来Inflection AI的模型 还可以在微软的Edge云计算服务上来销售 那么微软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 从自己投资的初创公司挖墙角呢 原因之一 避免垄断的嫌疑 微软和Inflection AI采用招聘的形式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监管 根据The Information的报道 甚至有人把微软的这次交易称为 利纳汉规避行动 利纳汉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 也是科技巨头坚定的批评者 他在上任之后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也就是FTC 针对多家大型科技公司 进行了反垄断调查 而传统反垄断执法的重点是 控制权收购 面对监管压力 科技巨头们开始寻求 和初创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比如说投资初创公司 而并不是完全收购 今年1月FTC 要求微软 亚马逊 还有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以及OpenAI和Enthropic 提供有关AI投资的信息 在这5家公司当中 微软是OpenAI的投资者 Google和亚马逊 是Enthropic的投资者 FTC发起的这项调查 是因为担忧 科技巨头可能会迅速占领 生成是AI行业 利纳汉曾经表示 在云计算领域投入巨资的公司 可能会想方设法 将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 挤出AI业务 去年FTC开始 非正式地调查 微软和OpenAI的交易模式 是否是在规避 AI投资早期的反垄断审查 根据The Information的报道 虽然微软并不希望 自己挖空Inflection AI的行为 被视作是收购 但还是向Inflection AI 支付了6.2亿美元 这笔资金的名义 是模型的授权费 微软可以通过云服务 向自己的客户 出售Inflection AI的AI模型 Inflection AI在收到资金之后 也会补偿和安抚自己的 其他投资者 Inflection AI第一轮 和第二轮融资的投资者 也将分别获得投资额 1.5倍和1.1倍的回报 原因之二 Inflection AI难以在竞争当中胜出 在被微软掏空之前 Inflection AI虽然通过两轮募资 估值最高达到了40多亿美元 但它的产品竞争力却并不是很强 去年Inflection AI推出了 对话式聊天机器人Pi 它的特点是人性化 定位是比竞争对手更好 更可靠的个人助理 然而Pi并没有能够吸引到用户 而且缺乏可行的商业模式 知名科技博主Ben Thompson 在分析Inflection AI 二月的流量的时候 他评论说 考虑到训练模型的成本 相对较低的使用量是灾难性的 Inflection AI是一家失败的公司 彭博的分析也认为 Inflection AI反映出的是 研发大模型的小公司 所面临的困境 在XGPT之后 很多初创公司 融资了数十亿美元 来构建自己的大语言模型 他们的聊天机器人 往往会进行有 差异性的定位 比如Enthropy的Cloud 强调的是安全性 马斯克的XAI的Grog 强调幽默感 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他们看起来毫无差别 尤其是很多机构 开源了免费模型之后 很多小公司 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原因之三 招纳更多的AI人才 微软之所以 套控Inflection AI 也是出于对 人工智能人才的渴望 彭博的报道认为 微软的这次大规模雇佣 类似于人才收购 人才收购 在互联网行业 其实比较常见 一家大公司 收购一家小公司 为的只是得到 小公司的员工 而被收购公司的产品 在收购之后 通常都会被抛弃 不过这次 微软和Inflection AI的交易 有所不同 他们选择了 直接雇佣的方式 而不是收购 Inflection AI 目前科技巨头 都在争夺 优秀的AI研究人才 这也是保证 他们在AI竞赛中 获胜的手段之一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现在在OpenAI Deepmind 等等领先的 大模型公司中 相对初级的工程师 都能拿到 七位数的薪水 高级工程师的 收入就更高了 最多的时候 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 有业内人士 在接受金融时报 采访的时候表示 现在的人才争夺战 非常激烈 在金字塔的顶端 是那些能够 构建基础模型 并让AI发挥作用的人 能够有效完成 这项工作的人 非常少 有些公司 愿意为此付出 巨大的财富 以Meta为例 根据Information的报道 Meta的首席执行官 马克扎克伯格 曾经亲自给 Google DeepMind团队的 研究人员发邮件 希望能够招募到他们 Meta大模型 Lama研究团队的 一些成员 选择离开Meta 并且加入Meta的 竞争对手 比如DeepMind OpenAI 还有法国初创公司 Mistro Meta为了留住这些人才 也采取了加薪的手段 事实也证明 人才的重要性 Inflection AI的研究人员 加入微软 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微软就在内部 研发自己的 大模型 MAI-1 有消息表示 虽然MAI-1 并不是Inflection AI 之前发布的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可能利用了 Inflection AI的 大模型训练数据 和其他的技术 The Information的分析认为 类似微软和 Inflection AI的交易 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普遍 因为AI初创公司 会意识到 他们无法和微软 Google 或者是OpenAI来竞争 但是由于 日益严格的 反垄断环境 小型初创公司 又无法通过 传统的方式来出售 所以说到这 也想来问问你 你觉得自己可能需要 一个怎样的AI助理呢 你更倾向于 使用大公司的服务 还是初创公司的产品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 乐乐 声音设计 庆明 研究员 东军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elly 感谢你收听 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